进出国门您有这种经验吗 免税商店的店员都会懒客说 免税烟酒这边请 因为台湾的机场免税烟真的便宜很多 甚至变成了入境的伴手礼 先正院烟害防治小组日前就开会决议 要建议财政部取消机场的免税烟 并且降低可以带入境的烟品 从目前的200只的纸烟要减到19只 参看一下临近各国的入境免税烟上线 新加坡是原来就禁止攜带的 如果被查获的话 初贩是罚48000元 累贩就要罚到96000元了 澳门现在是可以带100只 如果被查获的话就没收 最高可以罚到50万元 但是已经决议了 在明年1月份将要取消 香港的话是限制更严格一些的 上线就只有19只 一包烟里面有20只 19只的意思就是 不可以携带完整没有拆的 整包烟品入境 也就是在入关之前 一定要拆封 最多就只能够19只 那么现在台湾呢 就是要打算要参照香港的这种做法 但现在还没有做之前呢 是比较类似于泰国的做法 当然这个消息今天一传出去 吸烟者还有免税商店 立刻就叫苦连天了 加烟者